都说戏子无情 对于明星而言 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印象 都是拜金以及对金钱和权势无尽的渴望 但是殊不知 在这物语横流的时代里 也有很多女星十分痴情 痴情的女明星 在娱乐圈里并不少见 有些痴情女明星 甚至在丈夫去世后宁愿守寡 也不愿改嫁 那么做出这种选择的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一支细细利 今天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 娱乐圈七位宁愿守寡 也不愿改嫁的女星的情史和境况 一真妮 1971年 年仅18岁的真妮发表了 自己的首张专辑《新潮》 正式出道了 次年 真妮现唱穷瑶电影《白屋之恋》的主题曲 凭借着这首歌大火起来 当时处于事业的巅峰期的真妮和傅生谈起了恋爱 随后两人在1976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二人有过一段幸福的时间 但好景不长 1983年7月7日 傅生和哥哥一起去 花心大哨的片场参与拍摄 就在返回途中 意外发生了车祸 并因此身亡 丈夫的离世让真妮十分难过 就在真妮快要撑不下去了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给傅生生一个孩子 原来 傅生等武打明星 早年间都因为担心拍武打片经常受伤 会影响生育 便提前在医院存好精子 1987年 在丈夫去世四年后 珍妮置身前往美国 利用先进的医疗技术 成功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珍家平 女儿的眉眼像极了父亲 这给珍妮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 也弥补了傅生的遗憾 在和傅生的甜蜜回忆里 珍妮养大了两人的女儿 现在母女二人相互陪伴 过着幸福的生活 纵观娱乐圈 在这个大染缸里 忠贞的珍妮无疑是出于泥而不染的 二 刘雪华 两千年 已经41岁的刘雪华 在经历了和刘德凯那段错综复杂 让他至今仍刻骨铭心的错误爱恋后 幸福地嫁给了足足比他大了13岁的邓玉坤 婚后 他一直和他的丈夫相濡以沫 过着郎情惬意的美好生活 只可惜这种幸福生活仅仅维持了11年就宣告了结束 2011年 在他52岁那年 他先是经历了丧腹之痛 在他父亲去世不到三个月时 他的丈夫也因意外离开了人世 接连痛失父亲和丈夫的刘雪华 在这之后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2021年9月 已经60多岁的他 受邀参加 屋檐之下 这档真人秀节目 也正是这档节目 暴露了他这些年来的生活状况 刘雪华在节目中透露 自从他丈夫去世后 他整整十年时间里 一直处于一个人的状态 并没有收获新的幸福 由于没有开展新的恋情 以及一生都没有生下孩子 因此他只能一个人独居 孤独地过着他的生活 但他也渴望再婚 渴望有人陪伴 但由于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所以他一直处于一个人生活的状态 至于刘雪华什么时候能够收获新的幸福 身边有人陪伴 这就要看他和对方的缘分 什么时候来到了 希望他能早日遇到他心仪的伴侣吧 三白嘉丽 白嘉丽当年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红星 忙到搭飞机南北作秀 包括高雄蓝宝石歌厅 只要宣传车写白嘉丽来了 歌厅就爆棚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但他却在29岁时 嫁给了印尼富商黄双安 之后就淡出了演艺圈 远赴印尼跟着丈夫一起开拓新事业 他在当地生活了43年 他透露自己以前每天都想结婚 但和黄双安结婚时 他突然又不想结了 当时黄双安还睡在公司 根本没有一个自己的家 他跟妈妈说想逃婚 他还惧怕黄双安不值得托付终身 但妈妈认为黄双安是好人 要他看到他的优点 没想到等他去了印尼 竟出现更让他震惊的事情 他发现黄双安早已经结婚生子 但因为黄双安巨大的人格魅力 他还是选择了接受他 二人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 但后来黄双安在2018年去世了 当时被问到黄双安 生前有印尼木材大王之称 受封拿都 去世后留下的财富想必可观 白加利洒脱地说 一来他走得很突然 完全没有交代 二来我也不要 我从来没有参与他的事业 他的事业现在由小孩与职员打理 他留给我的是真善美 我学到的是他替人家着想的态度 愿意照顾众生的爱心 他到哪里都会拿钱出来给需要的人 虽然已离开演艺圈四十多年 白加利仍旧维持 曾是艺人的自觉与专业 每次现身依然光鲜亮丽 四杨丽花 杨丽花和老公洪文栋结婚多年 虽然此前婚变 分居传闻不断 不过他却坚强表示 婚姻关系和对方的感情不受影响 正当大家以为他们走过婚变风波 结果才是隔不久 老公竟被传出已经卧病离开 让外界十分惊讶 回顾杨丽花和红文栋的感情 两人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尤其离过婚的红文栋 第一次约会 还让杨丽花等了两个小时 甚至她身边还有前妻的三女义子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深深地抓住了杨丽花的心 两人爱情长跑八年后 决定护许终身 两人结婚多年 看起来感情相当甜蜜 然而男方却被拍到过 带着疑似小三的女子逛街 甚至还有五十几岁的徐姓男子 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确认她与红文栋 存在亲子关系的事实 此前才被逝林法院判决 两人的确有亲子关系 因此红文栋的婚姻感情事又被拿出来讨论 事实上红文栋在迎娶杨丽花之前 曾跟徐英妹生下儿子 也就是这个私生子徐某 红文栋先前还曾跟多名女星传绯闻 甚至还交往过白嘉丽 婚后还遭执鸡带鼠女尝小吃 关于她的花边新闻就没停过 相较杨丽花的专情 红文栋显得更加风流 吴许秀年 曾获得杨丽花永远的娘子封号的许秀年 是台湾知名歌仔戏演员 1970年至1990年之间 她先后与杨丽花 黄湘莲等著名电视歌仔戏 小生演员合作 她娇美的扮相 身段 让许多电影 电视剧戏迷久久不能忘怀 许秀年认为自己这一生 和歌仔戏结缘很有福气 问及她此生的遗憾和不足 许秀年表示 唯有她老公 资深演员黄龙 黄龙于2011年因肝癌此事 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虽然许秀年强调自己已放下 但一谈及老公 她仍哽咽地说不出话 她表示 黄龙从不抱怨身体病痛 她病中原有机会患肝 但想到需要三 四百万医药费 最后还是决定 把钱留给妻儿 许秀年说 她最后一句话 是交代女儿要好好照顾我 先生的好 许秀年永远记在心中 当年许秀年和老公黄龙结婚时 演艺圈有很多人都不看好 因为许秀年的名气 比黄龙大 但许秀年却从没后悔过 她说我就是欣赏她重义气 讲信用的个性 许秀年说一直以来 老公都非常的疼惜她 所以当得知黄龙身体出现问题时 她始终无怨无悔照顾 更不觉得辛苦 她回忆 当老公到医院检查 发现该出现问题时 老公还因不忍心她陪着煎熬 还提出离婚要求 但也因为老公的真情 反而让她更加坚强面对 但黄龙最后还是没能敌过 病魔 让人惋惜 六 米雪 米雪一生只有两段感情 第一段是和家喻户晓的影视巨星成龙 米雪和成龙相识于少年时期 两人相识后 成龙喜欢上了米雪 开始疯狂追求她 但米雪在感情方面非常谨慎 成龙追了她足足八年 她才接受了成龙 但因为成龙的花心 没多久这段感情就已失败告终了 米雪和成龙分手后 又认识了尹志强 尹志强对米雪温柔又体贴 米雪说尹志强让她感到很快乐 米雪和尹志强颜值都非常高 感情又非常好 犹如一对神仙眷侣 可惜自古好事多么 1992年尹志强得了鼻烟癌 2008年尹志强因癌症离世 尹志强去世后 米雪悲痛欲绝 以为亡人的身份为她安排了身后事 从尹志强去世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米雪一直对新的感情非常抗拒 一直单身一个人 米雪的感情和人生并不顺利 但她却没有活成一个怨妇 对于成龙曾经的背叛 米雪选择了原谅 从未在人前说过成龙的坏话 尹志强去世后 单身一个人的米雪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她拍戏 做慈善 还开花店做生意 现在的米雪心态非常好 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 七 钟楚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钟楚红在香港影坛大红大紫 刘德华跟钟楚红合作过一次之后 就深深被他所吸引不能自拔 甚至当着媒体的面 向钟楚红示爱 可惜 刘德华不是钟楚红的菜 就连大老级别的成龙 都对钟楚红紧追不舍 当时成龙为了追求钟楚红 使出了浑身解数 经不住成龙的死缠烂打 钟楚红沦陷了 投入了成龙的怀抱 但后来成龙隐婚的消息被爆出 钟楚红感觉受到了欺骗 气愤不已 于是快刀斩乱麻 斩断了和成龙的这段孽缘 钟楚红和成龙分手之后 又遇到了朱家鼎 朱家鼎才华横溢 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又没有任何大男子主意 而且对钟楚红百依百顺 言听计从 1991年 二人拍脱四年后 钟楚红和朱家鼎 在美国秘密注册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朱家鼎的宠爱 让钟楚红觉得 每一个平凡琐碎的日子 都是甜的 但可惜 这美好的一切 被无情的病魔打破了 2007年 朱家鼎被查出患上了结肠癌 并且还是晚期 最终 朱家鼎还是没能抗争过病魔 撒手人寰 留下无儿无女的爱妻钟楚红 独自承受这一切 钟楚红知道朱家鼎的情深义重 也知道他对自己的偏爱 于是 他做出了余生不再嫁人的决定 因为他的心里 除了丈夫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如今 距离朱家鼎离世已有15年 钟楚红也已经62岁了 这15年里 钟楚红不曾对任何男人动心 我们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哪个后到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 珍惜眼前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